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宫廷密室,我是月仙 哈利王子和梅根马克尔的婚礼是浪漫而为美的 36岁的梅根穿着洁白的季凡系婚纱走进了圣巧之大教堂 而第二次结婚还能有这么梦幻的婚礼 这是哈利王子对他的宠爱 但就在婚纱问题上 梅根马克尔和伊丽莎白女王闹了一些不愉快 伊丽莎白女王非常保守 她总是忠诚而执行王室传统以及英国老贵族传统 她能接受自己的孙子娶一个二婚的美国女演员 这已经算是她老人家的与时俱进了 但梅根马克尔多次挑战女王的权限 在未完成成为公爵夫人的情况下 就和君主闹了不愉快 梅根想借着自己的第二次婚礼 在全世界打小名气 但在女王眼中 她的孙子哈利王子娶妻 这只是一次家庭活动 或者是王室活动 哈利王子不是未来的君主 她的婚礼不会被载入温莎家族史册 所以女王对梅根相当宽容 她允许梅根马克尔 换掉了皇家花艺师制作的婚礼布置 花重心聘请时尚花艺师 重新打造教堂的画朵布置 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婚纱了 梅根马克尔请法国设计师为她打造英国品牌 纪凡系婚纱 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拗口呢 但是这就是事实了 从结果上来看 梅根马克尔的这件婚纱是非常成功的 简约的绸单修身款式 很适合梅根的直筒身材 打造出了优雅的新娘形象 即时尚又有女人味 但伊丽莎白女王对梅根的选择非常不理解 她认为梅根马克尔是第二次结婚 不应该再选择白色的婚纱 老人家的这个想法呢 并不是个人意见 而是一贯的传统 白色代表圣洁 是女孩第一次做新娘时选择的婚纱颜色 伊丽莎白女王知道梅根曾经结过一次婚 所以在她印象中 梅根应该请设计师为她做一件富有皇家特色的礼服 但绝不是白色婚纱 比如卡米拉和查尔斯结婚时 穿了一件灰色婚礼的服装 康沃尔公爵夫人因为是第二次做新娘 所以她选择了白色的长裙 外加灰色的刺绣外套 效果相当惊艳 梅根听到女王的疑问后 她当时有点尴尬 女王的提问只是出于自己的惯性思维 并没有恶意 而梅根马克尔却记恨在心 她对哈利王子的家人感到不满 认为所有人都在和她作对 梅根的视同思想并不比别人淡 她更自卑更敏感 也就是因为这个小过节 所以梅根马克尔才会对 伊丽莎白女王一直不太尊敬 甚至在辞职的时候公开与女王对质 她有仇必报的性格 还真的是贯彻始终 伊丽莎白女王还拒绝了 梅根的皇冠要求 因为梅根马克尔挑选的皇冠 是王室的珍宝 代表了君主的地位 这不可能借给新娘 这一点皇冠 伊丽莎白女王从未借给国 任何人佩戴过 梅根提出这种要求 从理论上来说是有点过分的 但或许她不懂得英国王室的规则 所以才会有这么大胆的想法 但之后 女王借给梅根的皇冠也非常好看 不得不说 女王的品类可不逊色于梅根 梅根如果佩戴自己心中的那一点皇冠 会有些不伦不类 而这种时尚型的皇冠更适合她 36岁梅根选白婚纱 叫女王质疑 于是她既仇至今 曾用小伎俩回怼祖母 随着时代的开放 女性有了更大的自主选择权 梅根马克尔想在第二次婚礼上 展现完美的公主形象 这值得理解 但她对女王的疑问怀恨至今 就实在有些小家子气了 梅根心影响 两年前被女王质疑婚纱颜色 至今还找机会报尴尬之仇 伊丽莎白女王在哈利王子的婚礼上 就没有给梅根好脸 老人家或许从一开始 就秀到了这个孙媳妇的另类 英国君主也不是好惹的 梅根自和哈利王子结婚以来 不断地被社会媒体爆黑料 虽然在澳大利亚为76天的访问期间 每天关于她的正面新闻 铺天盖地地充斥着整个媒体 但也如昙花一现 先是结婚前父亲的假照片事件 闹得沸沸扬扬 接着是梅根不理父亲 使得父亲担心梅根和哈利 从此会将她排除在外 不断地通过媒体发声 以及后来哥哥和姐姐出来说 梅根太残忍等等 直到在澳大利亚的演讲中 梅根说自己上大学的学费 是靠自己拿的奖学金时 原本态度有所好转 想要和解的姐姐又生气地跳出来 说梅根在撒谎 学费是父亲之父的 并有发票为证 可以说自梅根结婚以来 皇室就没有安宁过 但是大家却发现 女王在结婚时还板着脸 婚后却戏剧般地对梅根很好 刚结婚不久 就很幸运地 又将自己的部分工作交给她 又带她到柴郡厨房 厨房期间发出的新闻照片 两个人有说有笑 甚是融洽 后来通过媒体才知道 女王对梅根态度转变 是因为梅根在哈里和查尔斯之间的 缩合调和了自戴安娜去世之后 父子之间21年来的矛盾 从而让威廉王子也不得不拿出和解的态度 由于梅根的介入 使父子之间有了前所未有的融洽 解决了查尔斯和女王的一大心病 女王和查尔斯自当对梅根的举动 大家赞赏 但是女王的态度转变 并不表明她可以容忍梅根所有的不当行为 上次新闻说 女王认为梅根是第二次结婚不该戴投杀 我们一向认为在欧洲国家 投杀和婚纱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 所以做了大胆推测 认为女王是认为 梅根二婚不该穿婚纱 结果招来梅根的粉丝攻击 这一次新闻明确说明 女王对于离婚的梅根 结婚的当天穿着白色的季凡西 优雅的传领的婚纱感到很吃惊 这样推测并非针对梅根 而是因为知道很多发生在女王和戴安娜之间的事情 从而了解女王并不是大家了解的那样和蔼可亲的形象 正像英国人描述的那样 她是果断的坚定的 她不是情绪化的浮躁的 她的性格中具有很多男性的特质 作为君主她是成功的 但作为女性 她的果断坚定表现在有些事情上 让人感觉有一些冷酷 女王缺乏像她母亲那样的一颗女性的柔软的心 当然这只是我们对女王的了解 正是出于这种了解才推断 上次女王所说的不该戴头纱是指婚纱 质疑梅根是否应该戳婚纱 说明女王完全没有考虑到哈利王子的感受 但她也绝不会出面动怒来干涉哈利和梅根的婚事 女王的态度是时间会让你明白一切 后果是自己承担 但是女王也绝不会袖手旁观 她会提前做好部署和战略 就像提前为查尔西和卡米拉所做的一样 这就是女王 据说在柴镇出访时 秘书曾经告诉梅根 出访期间女王会戴帽子 意思是让梅根也依照女王 但梅根并没有把秘书的话听进去 出访期间披着一头长发 让女王也有一些不满 女王的骨子里是非常传统的 向来有规矩的坚守者之称 虽然随着社会发展 对有一些旧的传统不得不做出改变 但在着装方面 女王有她坚守的底线 此前梅根穿一套黑色的西装式的裙装 就遭到了女王的质疑 众所周知 黑色西装是西方国家用哀悼时穿的服装 而梅根在一次出访时 就穿着这样一套 看起来很正式的黑色裙装 让女王更感吃惊了事 这套衣服还短到了膝盖以上好几寸 大家都知道梅根走衣时 时尚路线 但却被皇室通知 婚后应该改变穿衣风格 要穿得像皇室的一员 停止以前的明星风格 看来梅根为了吸引人的眼球 并未把这一点放在心上 梅根的确需要多考虑到这方面 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媒体还进一步的透露 关于秘书的问题 据新闻说 不论晴天雨天 梅根每天五点多钟起床 一天要给秘书发六七个短信 讨论她的当天形象的不同的改变 据此前媒体报道说 梅根的前秘书说 梅根对于她的时间 她的关注度 以及她的优先权都非常的残忍 梅根不仅对衣服是挑剔的 对一起工作的人也是挑剔的 看来不是空穴来风了 怀志运出房期间五点多起床 常人是很难做到的 新闻说 看起来这种强烈的经验精神 都仅仅是为了她的形象 大家都知道 出房期间 梅根每天换几套服装 每一次的改变 梅根都要和秘书不停的商榷 这些让黄氏和她共事的人感到不满 他们认为 自梅根结婚以来 她给黄氏带来的 不是一股清新的空气 而是飓风 挂得周围的人都难以忍受 新闻中还是 梅根和哈利有可能 不会住到肯辛顿的房子 那套房子在威廉和凯特旁边 据说自哈利结婚以后 威廉和哈利关心 也不再像以前那样亲密 说兄弟俩不仅住处会分开 以后的办公室也会分开 我们更加调子的肯特旁边 我也就不再像调子的肯特旁边